Hello! 做完酸菜之後 就一定要煲一煲 大家都很喜歡吃的 就是酸菜白肉煲 現在就要把肉汆水 這次買到五花腩 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多瘦 冷水放進去 讓薑去掉不好的味道 然後讓它滾回 就可以拿上來洗乾淨 另外再煲一煲水 加上肉和薑蔥 等它滾回轉小火 蓋上蓋子煲大概30分鐘 煲到湯多漂亮 用筷子來試一試 可以進去就代表熟悉了 接下來我的做法 不僅使這塊肉很好吃 而且肥肉吃下去不會流 首先放涼一點 接著就用廚房紙巾 每一邊都印乾它 然後就放些鹽進去醃 最少都要醃半天 現在就來切些酸白菜 如果這些酸白菜在外面買回來 一定要將它浸水浸半個小時 然後要換幾次水 因為外面賣的酸白菜是很鹹的 切下去都已經是聽到 這些菜有多脆的了 爽爽聲 又爽脆又不鹹 味道真的剛剛好 這個時候吃 對腸道是最有幫助的 另外我們要切薑片和蔥段 一粒紅蔥兩粒蒜頭切片 夠肉已經醃好了 想它更加好切 就要將它冰二十分鐘 肉如果沒有醃過去 就真的要切到很薄了 除非你很喜歡吃肥肉 有醃過去 就可以將它切厚一點 吃到肥肉不僅沒有牛 還是很彈牙 很好吃的 洗乾淨之後 就給水浸一個小時 浸到它軟身就可以了 給油 我這次自己爆到很多豬油 用豬油下去做是特別香的 給薑片下去 倒一倒之後 就可以加蔥段下去了 爆香之後 就可以加蝦米下去了 這個菜有給蝦米下去 就真的鮮甜很多 如果你不喜歡 也可以不用給 爆到蝦米出味 就可以加紅蔥片和蒜片下去 想要爆香的蒜片 就是要這個時候下 你太早下蒜片會焦的 爆香的蒜片和紅蔥片之後 現在就加酸菜下去 這邊就爆香的酸菜 而另一邊就先煮滾頭鮮的湯 先夾薑蔥上來 然後把煮滾了的湯 直接加入酸菜 煮滾了之後 我們轉到最小的火 蓋上蓋子 煮20分鐘 之後就放少許冰糖 和少許瑤柱粉 然後就要試一試味 你看看 這些肥肉是鮮的 是紮實的 不是軟的 真的又開胃又好吃 我們下一個人的 就不會再煮汁啦 再煮汁啦 先煮汁吧 再煮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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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